便水牛 四水牛 牛到瓜粥 谷渡头 无山 扁扁愁 思悠悠 恨悠悠 恨到归时方始修 月明人已楼 长相思便水牛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词作 这是中唐时期比较正规成熟的词 这首词是抒发归院的名篇 构思新颖奇巧 他写一个归中少妇 月夜 以楼眺望 思念久别未归的丈夫 充满无限深情 便水牛 四水牛 牛到瓜粥 谷渡头 写少妇 丈夫外出 随着便水 四水向东南行 到了遥远的地方 少妇的心已随着流水而追随丈夫的行踪飘然远去 无山 点点愁 用里人画的手法 婉转地表现少妇思念丈夫的愁苦 思悠悠 恨悠悠 思无穷 恨意无穷 悠悠二字 一间流水 比辱人情 天长地久 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 以上的享山享水 寒思寒恨 都是人于明月下 以楼时的心事 简影式的画幅又献出他 茫茫然远望 迟思 人却未归 恨意难修 全词以恨写爱 用前线流畅的语言 和谐的音律 表现人物的相思之痛 离别之苦 长相思 白居易 遍水流 似水流 流到瓜粥 谷渡头 无山 点点愁 思悠悠 恨悠悠 恨到归时 方始修 月明 人已楼